我不要你了 男朋友的青梅纠缠他七年 他特别讨厌他 讨厌到不止一次叫他去死 可是后来 地震发生时 他却毫不犹豫地抛下我 第一时间冲向青梅 我被重物砸倒 痛得浑身发颤 哽咽着喊他救我 他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急匆匆抱着青梅跑了出去 一送石瑞生日 我买了蛋糕 为他庆生 在他家楼下 又看到他的小青梅秋暖缠着他 讨好的说 石瑞 这只打火机 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 背面刻着你的名字 求求你收下它好不好 修长的手指接过礼物盒 宋石瑞讥讽地勾了勾唇 这么贵重啊 那我收下了 秋暖面上顿时浮现笑意 然而下一秒 宋石瑞却毫不留情地 将礼盒丢入垃圾桶 秋暖面色惨白 嗓音发抖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宋石瑞轻吃 知道还问 秋暖委屈到落泪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了 说完 垫抹着眼泪跑了 我躲在榕树后 看着宋石瑞 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秋暖远去的背影 直至秋暖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他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我心里漠然生出一丝异样的情绪 印象中 宋石瑞对秋暖 总是一副横眉冷眼的模样 被他缠得最紧实 他甚至烦躁地叫他去死 但如果他真的讨厌他 此刻他眼眸中浮现的挣扎和不忍 又是为何 我抿着唇 静静地等待宋石瑞接下来的动作 约落一分钟后 他竟俯身捡起垃圾桶的礼盒 一颗心不停地往下坠 我拎着蛋糕的手指指不住地发抖 宋石瑞有严重的洁癖 去年夏天 他曾不小心将我送他的缸笔和杂物混在一起扔掉了 万宝龙的缸笔很贵 花了我半个月的薪水 我觉得太可惜 于是从垃圾桶里翻出来 清理干净后给他 他却拧起眉头 眼眸里的嫌弃几乎要溢出来 脏死了 丢掉吧 然而此时 他的洁癖却奇迹般地痊愈了 他拆开礼物包装 取出打火机 小心翼翼地收进口袋 转身上楼 心脏隐隐作痛 我疲惫地倚着树干 眼眸渐渐泛起雾气 好半赏 才将翻涌的情绪压下去 拖着沉重的腿 上楼 面对我 宋石瑞从不吝啬笑意 笑着给我夹菜盛汤 笑着同我讲 这两天发生的趣事 笑着对我说 易盈 谢谢你陪我庆生 以后的每一个生日 我都希望你陪在我身边 他的笑容看起来温柔又真诚 像是爱极了我 可我却忍不住想 他希望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真的是我吗 他讨厌秋暖 是因为秋暖的小姨 介入了他父母的婚姻 害得他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如果他们之间不存在这种纠葛 他还会恨他吗 他还会忍心赶他走吗 两周末突然降温 我发烧至39度 宋石瑞忙前忙后地照顾我 为我喝水吃药 用冰毛巾 为我冷敷降温 我没有胃口 不想吃东西 他就用小火 慢煮绵软的小米山药粥 端着小碗 一口一口喂我吃 一迎乖 多吃点东西 才能增加抵抗力 他的声音那么温柔 看向我的眼神那么专注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他对我那么好 一定是爱我的 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九点多时 我让他唱歌 哄我睡觉 他轻轻捏了下我的脸颊 含笑道 怎么比我六岁的小侄女还娇气 话虽如此 他还是唱了我最喜欢的粤语歌 只可惜 歌唱到一半 被突兀的电话铃声打断 滑动接听 他哥们周数的声音 从那头传来 石锐 秋暖出车祸了 伤得很严重 嘴里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 咱们几个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 我求你心疼心疼他 来看看他行不行 秋暖出车祸了 我清楚地看到 宋石锐眸中一闪而过的慌乱 还有他攥着手机的肘骨 因为用力犯着清白 我看得出 他在担心他 可说出口的话 却依然冷硬 我凭什么去看他 他是死事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心疼他 不如你收了他 省得他总来烦我 周数文言也动怒了 行 你就嘴硬吧 如果暖暖真出事了 你最好别在老子面前哭 电话被掐断 宋石锐不知在想什么 灵魂仿佛出窍一般 正正地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直至我喊他的名字 他才如梦初醒般回神 若无其事地将手机放下 问我刚唱到哪了 他越是平静 我越是不安 却还是极力克制着 汹涌的焦虑 提醒他 唱到就算在寂寞梦内 超出好友关系 他接着往下唱 声线依旧动听撩人 却开始频繁忘词 这首歌他唱了无数次 却是第一次唱得这样磕磕绊绊 莫了他善笑着说 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记性不大好 可我们都心知肚明 他的心不在焉 是为了什么 三十一点 我侧躺着 闭目装睡 背后 他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他疏然翻身而起 迅速穿一下床 以为我睡熟了 他躬身亲吻在我额头 然后轻手轻脚出了门 我睁开泛起热议的眼睛 胸闷得不行 到后半夜 他依然未归 而我偷窥到秋暖的微博账号 新增一条动态 我就知道 你还是在意我的 配图 是宋时瑞低头削梨子的样子 尽管他垂着头 看不清脸 但我仍一眼就认出 那人就是宋时瑞 酸意漫上心头 我忍不住觉得难过 如果他心里有他 那我算什么呢 我跟他的三年 又算什么 好不容易才退下去的热度 又开始上涨 身体酸软得不行 我强撑着下床 去客厅找退烧药服下 越想越觉得伤心 我跌坐在地板上 眼泪如大雨般落下 宋时瑞就是这时候回来的 看我哭得双眼通红 他先是一惊 而后急步走来抱住我 柔声问 怎么哭成这样 你去哪里了 我哽咽着问 我生病了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 他身体微微一僵 却回避了我的问题 因为想我才哭的 边替我擦眼泪 边打去道 我只是出去几个小时 你就哭成这样 是想让我心疼死啊 以后我出差 你怎么办 到时我把你揣进口袋里 一起带走好不好 他打横抱起我 把我放在床上 一下下地轻拍着我的背 放柔声音安抚 乖乖 别哭了 我答应以后多陪陪你 绝不会让你需要我时 找不到我 你原谅我这一次 别难过了 好不好 他真的好温柔啊 他的怀抱真的好暖啊 我实在太爱他了 实在太贪恋 他给我的温暖 那些质问的话 已经到嘴边 又被我咽了回去 我拼命给自己洗脑 江一赢 别计较那么多了 只要他是爱你的 只要陪在他身边的人是你 就算秋暖在他心里 占了芝麻大典的位置 又能怎样 似许是因为我那天哭得实在可怜 宋时瑞真的心疼我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 他待我比从前更温柔了不说 连朋友聚会都不怎么去了 只要有闲暇时间 就会陪着我 也没见他再跟秋暖有任何联系 我那颗紧张的心 慢慢放松下来 周末和宋时瑞约会玩去吃饭 意外在餐厅遇见秋暖时 宋时瑞也只是淡淡地扫他一眼 便面不改色地移开视线 牵着我的手走到窗边的座位 打开菜单 问我想吃什么 秋暖的脚腕似乎还带伤 走路有些薄 他走过来 笑着问 我朋友刚好有事来不了 我可以坐下 和你们一起吃吗 宋时瑞抬头看他 语气很冷淡 不可以 我和我女朋友约会 不想被外人打扰 秋暖的笑将在脸上 撇了撇嘴 在我们离我们鸡米外的空位落座 用餐时 宋时瑞一直在照顾我 给我夹菜 剔鱼刺 包虾肉 用纸巾为我擦去唇角油渍 动作温柔又轻易 秋暖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一副郁闷至极的模样 而宋时瑞并未分半点眼神给他 目光和精力始终集中在我身上 我心想 这样就很好了 前些天的小插曲 就此忘记就好了 吃完饭 宋时瑞去收银台结账 我坐着看手机时 忽然感觉到一阵地动山摇 面前的桌子不住地晃动 桌面上的晚晚叠叠 互相碰撞 发出声响 心里正疑惑着 忽然听到有顾客大喊 我去 地震了 快跑 我这里处在二楼最角落 心急如焚地抓起包往外走 大概走出十米 我不小心被椅子绊倒 整个人趴在地板上 正想爬起来 天花板上的吊灯坠下来 静止砸上我的背部 我痛得惊呼出声 眼泪摔一下掉下来 瞧见宋时瑞 焦急地从左前方走来 我挥手喊 时瑞 我在这里 环境太嘈杂了 他好像没听到我的声音 还在静止往里走 我痛的声音都在发颤 再次呼救 时瑞 救我 依然没得到任何回应 反而在三十秒后 看到他抱起脚腕 带伤的秋暖 急匆匆跑了出去 刹那间 我的喉咙卡住 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心脏被硬生生撕裂 冷风从四面八方灌入 冻得我连血液都停止运转 他眼里只有秋暖 他甚至都没看到我 无我是被消防队员用担架抬出去的 当时我已经被后背剧烈的疼痛 折磨地昏了过去 睁眼时 已经在医院 我趴在病床上 刚想动一下 背部就疼得厉害 易盈 别动 你受伤了 耳畔传来宋时瑞低沉的嗓音 我正了正 才缓缓转头看他 四目相对 我清晰地看到他漆黑眼眸中 浓重地担忧和歉疚 在餐厅被抛下的记忆 窜入脑海 我的眼泪一瞬间变落了下来 他着急地伸手替我擦眼泪 颤声解释 对不起 易盈 你别哭 好不好 怪我大意了 当时我没看到你 就以为你已经出去了 我不知道 你受伤摔倒了 我的眼泪却掉得更凶 他一颗心 全系在秋暖身上 当然看不到我了 心痛到窒息 我哽咽着说 宋时瑞 我们分手吧 我不想再喜欢你了 文言 他面颊的血色 一点点退去 为什么要分手 我们感情那么好 他几乎是手足无措地说 易 近 不分手 好不好 我只觉得荒谬 惨笑着说 算了吧 时瑞 别骗你自己了 生死攸关时刻的选择 已经证明你真正爱的人不是我 是秋暖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强行绑在一起 浪费彼此的时间呢 宋时瑞紧紧紧握住我的手 不让我挣脱 焦急地说 不是的 我爱的人是你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 你才肯相信 我当时是回去找你的 当时场面真的太混乱 太嘈杂 所以我才没听到你喊我 没看到你 我就以为你已经逃出去了 至于秋暖 我只是顺手救了他 他脚腕带伤 人又胆小 哭着求我救他 我真的做不到见死不 救 但这只是出于我做人的良知 并非因为我对他 有什么多余的感情 低沉的嗓音染上几分哽咽 他颤声道 从餐厅跑出去后 我找了一大圈没见到你 才知道你还在里面 我想回去救你的 但是被消防员拦了下来 他们说情况太危险 我的冲动只会增加救援困难 所以我只能在外面等 眼泪从他通红的眼眶滚落 他抓住我的手 将脸颊贴上我的掌心 易近 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害怕 我好怕自己会失去你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我比你更恨自己 我怎么能让你独自处身于危险里 对不起 易近 是我的失误导致你受伤 惹你伤心 怪我耳背 怪我眼盲心下 你想打我 想骂我 我都认了 但我求你 别质疑我对你的爱 好不好 说到最后 他几乎是泪流满面 求你把分手两个字收回去 求你别这么折磨我 好不好 他的话听起来很真诚 很有逻辑 可多次被他欺骗的我 却没办法继续对他保持绝对的信任 更何况 地震只是压垮 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心里的刺 又何止这一根呢 我打开手机 登陆微博 找出秋暖住院那晚发的动态 将屏幕竖到他眼前 一字一句地质问他 好 就算你当时只是顺手救了秋暖 但若你对他毫无感情 这又是什么 那晚我高烧未退 你不也丢下我去医院陪他了 看清楚屏幕上的内容后 宋实瑞长劫颤动 眼底的慌乱和不安清晰 可见 薄唇看动 他的声音颤抖不稳 辩驳说 周树当时 把情况描述得太糟糕 我以为他的伤势很严重 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只是作为朋友 去探望他的病情 他还是不肯承认 我疲惫地合了合眼 又一次割开 掩埋在心底深处的伤口 那打火机呢 你有解体不是吗 如果不在意他 为什么要从垃圾桶里 捡起他送的打火机 谎言被戳破 心事无所遁形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如雪 我垂下眸子 任由眼泪砸落床单 蕴开大片水渍 深吸一口气 方才有力气继续说 宋石瑞 我们就到这里吧 就请你看在过去三年的情分上 别再给我难堪了 从今往后 我们俩生老病死 各不相干 宋石瑞不同意分手 我住院期间 他像上班一样 每天定时来打卡 不同的是 上班他带的是公文包 来医院 带的是亲手做的饭菜 他厨艺很好 从前我最爱吃他做的糖醋礼剂 和相遇小排 然而现在 我已经失去品尝美食的心情 没再动过筷子 面对我冷漠决然的态度 他表现得十分失落 有好几次 被我拒绝后 他眼圈红得好像下一秒 就要忍不住落泪 一进 究竟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嘲讽地勾了勾唇 你心里放不下秋暖 我成全你们 不好吗 他落寞地垂眸 终于肯说实话 我承认 读书时 我曾经对他 有过好感 但因为上一辈的恩怨 因为 我妈过得太凄惨 所以我讨厌他们家 所有人 也包括他 可偶尔回想起年少时的暧昧 我又难免觉得 有几分遗憾 所以才会鬼迷心窍地 留下那只打火机 但是一进 我对他的那点好感 根本不是爱 与我对你的感情 完全能够相提并论 一慢 求你相信我 我爱的人只有你 从跟你恋爱那天起 我就没想过分开 或许他是真的爱我 或许他对他的感情 真的没有对我的万分之一多 那又怎么样呢 他为了他骗过我 是事实 我不想再看到他小心翼翼 收藏秋暖送他的礼物 我不想往后 每一个他晚归的夜 我都要去猜测 他是不是去找他七欧 这段失去信任的感情 我要不起了 我吸了吸鼻子 怅然道 宋石瑞 算了吧 我真的没办法再相信你 Torje 我真的没那么坚强 经不起再一次的重击 他的眼尾渐渐染红 要哭不哭地望着我 固执地攥住我的手 可怜巴巴地恳求 不要 我不想算了 那只打火机 你不喜欢 我已经丢掉了 以后 我不会再见秋暖 也不会再收任何女生送的礼物 一慢 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让你重新建立起 对我的信 任 宋石瑞真的很固执 全身上下都彰显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 而 我出院之后 他依然每天一大早 拎着早餐盒 在我家楼下 等我 起床出门 傍晚我下班 他又捧着一束玫瑰 等在我公司楼下 毕竟相知相伴三年 我想和平分手 不想闹得太难看 所以一开始 我还好言好语地劝他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 但时间久了 他不收敛 我渐渐就对他的纠缠 产生了厌烦感 我没办法再心平气和地拒绝他 忍不住出言嘲讽 宋石瑞 你能不能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 你知不知道自己死皮赖脸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他脸色发白 嘴唇抖了抖 我知道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想失去你 比起你 尊严和脸面没那么重要 意识到跟他讲不通道理 我也懒得再浪费唇舌 索性听闺蜜的建议 借他弟弟严衡假扮新男友 好叫宋石瑞之男儿 退 周日清早 当我挽着严衡的手臂下楼 守在楼下的宋石瑞 一张俊 严顿时变得惨白 双眸闪烁 四泛着泪光 宋石瑞不可置信地问我 他昨晚 住你这里 严衡入戏很快 搂着我的肩 笑着挑衅他 我住我女朋友家里 不 是天经地义 侯杰紧张地上下滚动 宋石瑞连声音都在颤抖 一念 你跟严衡在一起了 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答应 做他女朋友 两年前 严衡曾经追求过我 他相貌卓越 出身豪门 性格虽张扬 却又很有分寸 在女生中人气 像很高 所以那段时间 宋石瑞极有危机感 他曾经梦到我被严衡抢走了 惊醒时抱着我 头埋在我肩窝 闷闷 抵问 宝宝 你最爱我了是不是 你不会喜欢严蒙的是不是 当年的噩梦成真 宋石瑞显得有些崩溃 严衡看他 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倒是很开心 宋先生 你家住海边吗 管这么宽 都分手了 一进想找谁当男朋友 是他的自由 你也该有点前任的自觉 别总在我女朋友面前晃来晃去 邋遢的 眼睛 宋石瑞文言 面色又白了一分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而我续上严衡的话说 我男朋友说得对 一个好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所以 我稀 望你能离我远点 说吧 我和严衡便手牵着手离开 而宋石瑞正正地站在原地 眸光深深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泪如雨 下 为了增加恋爱的真实性 让宋石瑞彻底死心 严衡连着留宿我加课 我将近一月 空闲时间 他常带我打游戏 我人菜饮大 他却一点不嫌弃我技术差 总是很贴心地护着我 带 我上份 偶尔也会一起看电影 看到感人的地方 我哭得稀里哗啦 他就坐在 旁边 一张一张地 给我递抽纸 等我哭够了 他又倒温水给我 哭这么久 快点补补水 谢谢 我接过玻璃杯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笑道 看不出 你 还挺会照顾人 他轻轻挑眉 为什么这么说 我如实作答 像你这种豪门阔少 不应该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妈 他哪里有一点大少爷的做派呀 一天天地总照顾我就算了 还帮我 整理家务 打扫卫生 严横微微弯唇 主要看对谁 我愣了愣 品出他话里隐藏的意味 没好意思再接话 他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勤快地切了个橙子给我吃 有时周末他陪我逛街 我还没开口 他就动作自然地帮我拎包 偶尔也会碰到年轻小女孩 上前问他要号码 他拒绝他们的言语虽礼貌 却处处透着冷漠 全然没有面对我时的温柔和耐心 你这样不怕伤人家心啊 我没忍住问他 正给我包板力的严横 文言抬头看向我 沈笑 他们伤不伤心 跟 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关心 你开不开心 玩笑般的语气 却泄露了他的真心 我的心跳墨地漏了 一拍 从前我一颗心 全系在宋时锐身上 根本无心关注身边那些追求者 而如今与严横朝夕相处这段时日 感受到他对我独一无二的偏爱 我发觉自己的心 好像渐渐地在朝他倾斜 不过 虽说严横优点多得数不清 但缺点也很明显 比如 他跟我一样 是个厨房杀手 但他嘴巴比我挑多了 在吃食上 完全不能凑合 所以 我们每天的晚饭 基本都是严家大厨做好了送来 我跟着蹭了不少美食 那天一上称 竟然中了四斤 我如临大敌 晚了 我胖了 严横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无所谓啊 你怎么样都很漂亮 你就安慰我吧 真没安慰你 他缓缓靠近我 低声道 我是认真的 你在我眼里 永远是最美的 他的同仁亮如星辰 眼神专注而深情 我的呼吸 顺时至了三秒 略微紧张地 咽了咽喉咙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冰冷的手指 撵了下 我红而烫的耳垂 严横唇角一出一丝浅笑 调侃 道 耳朵怎么这么红啊 害羞了 确实是有点害羞 但我哪里好意思承认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弟弟这么会聊呢 我姗姗笑了两下 没呀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 他也不点破我 笑着点头 对 今天确实有点热 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 眼神总是不受控制地跟着严横走 而且一面对他 我就特容易脸红 他深情款款望着我时 我会害羞 看到他精瘦的腰时 我会脸红 甚至看到他修长的五指 我都忍不住响入非非 我觉得自己好像中了一种名叫严横的毒药 跟闺蜜聊及此事 他激动地拍桌子 你就是喜欢上我弟了呗 他抓着我的胳膊 拼命地摇晃 笑道 太好了 一面 我跟你讲 我弟可吃香了 追他的妹子不要太多 哦 咱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赶快把他收了 我纠结得不行 可是我比他大了三岁啊 颜惜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大三岁怎么了 现在就流行姐弟恋 啊 我眨了眨眼 真的吗 这晚临睡前 颜横在我进卧室前喊住了我 我疑惑地回头看他 他唇角依着笑 声音低哑撩人 姐姐 听说 你对姐弟恋很感兴趣 啊 我正了正 才反映过来 是颜惜那妞 把我给卖了 脸颊又红又烫 我掩饰到 没有的事 你别听你姐乱说 哦 是吗 她拖着长长的调子 颇有几分 言语的意味 我尴尬地垂头 根本不敢看她含笑的眼眸 她偏不肯放过我 躬身 折颈 视线与我持平 似是诱惑地说 姐姐 其实我对姐弟恋 也挺感兴趣的 你要不要跟 我试试啊 糟糕 我很可耻地 对她的提议心动了 但我根本不好意思承认 颜横唇角地笑放大 姐姐 你怎么这么容易害羞啊 冰凉指尖 轻戳了下 我滚烫的耳垂 她笑道 耳朵红得都快滴出血 其又这 三番五次 被小我三岁的弟弟 聊得心圆一马 我真的是没救了 抬头对上她灼热的视线 我咬了咬唇 说 你别老实逗我 她却不认 我没逗你啊 我只是 很喜欢很喜欢你 姐姐 你真的 忍心拒绝我第二次吗 最后那句话 听起来可怜巴巴的 我自然舍不得拒绝 也不想拒绝 于是 用右手小指 轻轻勾起她的 她的眸子 骤然浮现惊喜之色 只犹豫了零 一秒 便将我搂入怀抱 生怕我会逃走似的 她搂得很紧 还不忘提醒我 姐姐 既然答应了我 你就不可以反悔了 我来不及害羞了 忍不住想笑 你对自己的魅力 就这么没信心 啊 她的声音 带着几分委屈 本来挺有信心的 两年前被你打击到了 那家伙 哪有一份半点 能比得上我 可你那时 连看我一眼都不肯 我能想象到 天之骄子的言横 被我拒绝后 有多怀疑人生 心脏软了一分 我轻抢着她的背 安慰说 好了 别委屈了 怪我 以前眼瞎心芒 不怪你 她不愿听到一句贬低我的话 怪我 是我那时太笨了 没好好向你展示我的优点 我继续安抚她 现在我都看到了 言横 你特别特别好 真的 她终于又笑了 姐姐 我们以后 一定会特别幸福的 那天 又碰到了宋时瑞 当时 我和言横手牵着手 从电影院出来 唇角洋溢着幸福的笑 而宋时瑞形单影之 眼神悠悦地盯着 我和言横的背影 直至消失在 她的视线 她还久久未离去 与言横恋爱的时光 我的唇角 永远是向上扬起的 一旦 我有一丁半点 不开心的迹象 她都会想方设法地逗我笑 我是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